日本电信业巨博软银7日宣布 他们以计划买下夏普在大阪府届市液晶面板厂 约60%的土地 来打造一座应用人工智慧的资料中心 并将向汇达采购最先进的GPU 提供AI所需的运算力 苹果公司将于6月11日到15日 举办WWCC全球开发者大会 7日宣布扩增开发者支援 推出接触全球开发者的其他用途 包括更新的苹果开发者论坛 Testware精选内容页面等平台 美国劳工部7日公布 5月新增非农就业27.2万人 较4月的16.5万人大幅增加 此数据驳斥了美国劳动市场放缓的疑虑 并使FED9月之前降息的希望破灭 中华民国财政部官员指出 今年每一季外销金额均有望破千亿美元大关 AI商机相视全年出口主要动力 预估6月将成连巴红 上半年出口规模会创历年同期次高 下半年渴望延续稳健上升态势 新唐人亚特电视整理报道